用悠遊卡一掃即可騎車上路 U-Bike是台北市民最喜愛的代步工具之一 也因為使用率高 許多熱門站點 例如捷運站旁常出現借不到車的情況 尤其在上下班 尖峰時段更為嚴重 看時段吧 只要避開就是比較上下班的時間 應該都還可以 那有爆炸借不到的 有 就是可能停車站都隔很遠 然後就要從APP上面找 台北市長角安坦言 自己也曾碰過類似情況 因此他已經請交易局方面 規劃在今年上半年增加1780輛U-Bike 並由資訊局等局處協助分析 做更有效更聰明的配置 的確我們U-Bike很早就有在討論 因為不只是市民朋友跟我反映 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也就是在很多熱門站點 常常會碰到無車可借 或者到目的地 無停車處可還車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也請交通局在規劃 我們上半年度會小規模的增加U-Bike車輛 那接下來也會跟資訊局相關局處 來跨局處討論透過很多數據的分析 來做更有效更聰明的配置 而且我想提升整個我們車輛的調度 我想這個是未來我們會要實行的方向 長期關注U-Bike議題的台北市議員李明顯表示 根據台北市交易局方面的資料 111年租借前三名包括捷運公館站2號出口 及3號出口 還有科技大樓站 其中第一名的公館站 平均單日租借達857次 不過單日租借不到10次的站點 卻也超過30站 因此單純增加車輛數並非長久之計 他呼籲北市府應該透過大數據 通盤調整調度各站位 及車助數量 才能有效提升U-Bike使用效率 除了增加車輛之外 在調度的部分 因為我們從1.0完全過渡到2.0 在調度人員 調度這部分如何透過大數據去精算出來 譬如說哪些站位 就說空車是最多 這個要透過調度人員去增加調度 第二個在調度的 除了調度人員增加之外 在調度的一個方式要更靈活 透過大數據去運算出來 這個才有辦法真正徹底解決 我們民眾借不到車的問題 李明賢提醒 由於蔣王安已經表示 明年1月將落實選前所提出的證件 恢復U-Bike前30分鐘免費 到時候U-Bike使用率將進一步提升 北市府應預作準備 以避免熱門站點借不到車的情況 更加嚴重 記者張祈騰台北報導